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件事情也真奇怪 你比方说建制派 就是主流派 这么多人 这不就就是叶刘苏仪能够出来做一个代表人物 为什么呢 当时我也批评 就说是不是他们那边找不着人了 说这不是很糟糕 你搞了那么多年政党 要找一个外头的人 而且找个女高官 但我觉得是这样 就香港在过去几年来 除了现在已经当了特首像曾应权这样的人物之外 那么其实在港英时代末期 的确是出了一帮女性的高官 很值得注意 她们人比较强悍 而且手段呢 也很高明 就跟各方啊 搞关系啊什么 也很厉害 我发现在香港 至少香港的官场里面 给我的印象是这样 女人去做官呢 跟男人真的不一样 比如我跟他们私人接触一下 香港有很多官员是女的 很多 对对对 很公事公办 没错 很怪的 我们给他一个外号啊 像以前陈方安生 他们那帮女 一帮女高官 我们叫他们手带党 什么叫手带 就老提子手提袋啊 这个女孩女人嘛 老拿手带 这总是一挡女人 在一块喝茶 然后呢下午就里头发 然后就说些什么事 这叫手带党 那么这帮人 都是什么样的官呢 就是他很强悍 而且你觉得你不大容易 你反而不大容易 跟他拉上太密切的关系 是吗 你要进他那个圈子是难 我们印象 他很不服气 是吗 你懂我意思吗 你一般我们印象 你绝对设法接见女高官呢 我知道的 我想象啊 一个女性 她应该是很善于 跟别人往来接触 沟通 对不对 他们呢 是给人的感觉是 他们有自己的小天地 这小天地里面呢 他们关系很好 但以外的人 要打进去很困难 我接触那么多这种官员了 我发现男性官员呢 你跟他聊啊 什么 想要亲近一下 他或者他也很主动 想让你觉得 他跟你很亲近 女官员不会这样 是吗 因为在政治的事件里面啊 一开始他们起初还是弱势 他越是弱势 他越要把自己变得很强悍嘛 你想想看 在世界政坛上面 很多铁娘子型的人物 你有没有想过 比如说像吴怡 外国人呢 就老说 吴怡是中国的铁娘子嘛 就吴怡作为 他那一代的中国官员里面 她是一个比较显眼突出的一个女性 她要达到这种位置 她在外面 至少在外交场合上面 商贸谈判上面 他那种寸步不让 强硬 那个就强硬 比如说最近 不就在 不就这出来 这个跟这个欧盟的 不跟这个欧洲的那些商贸专员 骂了一架吗 又干了一架吗 而最近到广州 就广州马上 深圳就是这十太平地吗 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 对 这回好像也逮着美国了 美国那薯片 香港人叫品克 品克薯片 出问题了 这薯片含有这个致癌的物质 可是现在新上去的流言都是美女啊 很温柔的样子 又变了吗 所以现在就是 所以我给你展示一下 学儿 就是咱们研究这个嘛 现在在世界 研究女高官的 对对对对 为了我的将来 她以前说过 女上司她就活得好 这是真的 我这一生当中 我从来没碰到 每一次职业的转变 就等于工作的机会 都是大姐给我带来的 所以要不说咱现在老板 还有这管理层都是男的 我在这儿 弱势啊 我就弱势 哎 你看没有 凤凰 凤凰 你发现没有 她女的强势 因为老板是男的 你你真的 我跟你讲 好多 iPhone iPhone 现在黄没了 现在是iPhone了吗 对对对 就是阴盛阳衰啊 你你刚才讲香港 我一向就觉得 你比如说在香港公司里啊 我过去感觉啊 哎 我倒觉得是一种专业的表现 我觉得在公司里 香港的女同事啊 她不大让你意识到她的性别 在工作的时候 对对吧 我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照顾 就是她一摆出那个范儿 就感觉 我跟你是一样的一个工作人员 没有说 因为我是女的 但是呢 在内地 某些 对吧 某些啊 某些这个企业里 你就会感觉到 咱们这个大陆人呢 还是那种 女的 她会是女的 比如有点小心眼啊 跟你哭哭闹闹啊 而且呢 男的上司呢 也依然心里有这个意识 可以宽容她 可以原谅她 她要什么 那就给她 你比如说 我到现在 我还秉承着 好男不跟女斗 要是一个女的跟我竞争啊 我肯定撤 但是你知道吗 这是在过去男尊女卑的时代 达成的默契 对吗 现在男女平等了 人家比你智商还高呢 比你教育也高 比你政治权力 工资都比你高 加上还会发点 那就不得了 加上你还好 男不跟女斗 所以呢 你的负面 你斗的资格都没有了 你还不跟人斗了 咱们还是讲 这个女政治家 我给你们看一样 我给你们看看 谁说女子不如男 你记得那那那欲句吗 来看看 我大哥讲话 李财篇 谁说女子 天前陷 有十多女营生 也把红楼奖 为何啥地是呆呆出一家 这女子们 哪一天不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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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什么 还有呢 乌克兰有个美女总理 季末什么叫个 对 反正是很漂亮 对对对 但那个最近出很多毛病 出很多问题 说他脑袋上梳着一个 那是传统乌克兰妇女的 平民的那种头发 梳着一个大辫子 对 但那是故意的 他只有每次出来这种 政治公开场合 他梳那个大辫子 显示他是乌克兰 平民老百姓 平常不在这种场合 他立刻就变得就是 摩登时代女性 你知道吗 人家乌克兰评论 他脑袋上那个辫子 叫什么呢 叫乌克兰的政治方向盘 对 你们怎么都这么有研究啊 研究女高官呢 我跟你说 这个研究还很彻底的 你知道这个 刚刚我们看到 这个印度那个女总统 那个事 有人做过这么一种研究 就发现东南亚地区 有个很 就整个东亚地区 有个很怪的现象 印度 巴基斯坦 然后整个中南半岛 印尼这些地方 菲律宾 你会发现什么怪现象 就不少这种女性领导人 而这个 这就很怪 因为这些社会 向来被认为是男尊女辈 对 是父权社会 那怎么还老出女领导人呢 对对对 你再看就发现 其实还是父权社会 这些人啊 绝大部分 他们的父亲 你们说像缅甸昂山树基 就是父亲是什么 开国元帅 开国英雄 或者是父亲过去做过总统 或者是老公做过 这个不是老爸死了 就是老公给人干掉了 给枪杀了 暗杀了 然后呢 这个老百姓 对他们这个家族的期望 就转移到这个女性 都是代夫 代夫出身 都花木兰 都花木兰的 但这还是好啊 他那个男的去了 他们还得上去 中国是男的去了 女的就下去了 对不对 你看又哪一个 说因为他那个 对 你们看看吧 不是这样的吗 对不对 导演说该去广告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其实我挺喜欢女的领导感 对吧 估计比男的强得多 都让你过好日 现在关于女人 就是解放了的妇女 你发现没有 往往呢 有些人会有一种评价 说这个女人是野心家 所以 这个女人不寻常 这个女人 对 你知道福特吗 美国的这个前总统福特 哎 徐老师你可以跟他学学 就是这个福特呀 是说 在我死后再出书 就是我的很多话呀 我活着的时候 我不说 实际都写好 什么叫徐老师学学 没事 我已经出了 对 我知道你还 对 我知道你还写着日记呢 有些事是不能再生钱的 就说这个 他已故的美国前总统福特 他出的一本书 就叫 等我死后再出书 在这个书里啊 他讲出他对克林顿 和希拉里真实的看法 原话 就说 克林顿好色 希拉里 有野心 你看 这个野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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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野心就是 小不忍 则乱大谋 所以克林顿 那时候出事情的时候 他老婆就宽容 这就叫小不忍乱大谋 你比如说按照我的章程哈 就是 我认为什么人有野心呢 你不本分 就叫有野心了 好比说 嗯 比如说我是 我是一木匠 我 我如果干的不是木匠的事 我想当村长 那么 我在我的这个概念里 就叫 有野心 从政的 一定要有野心的 对 我最近看了很多 就是上去的领导 这种简历哈 我才发现 好奇怪啊 我们嘛 基本上一辈子做一件事情 对不对 或者说你做 一直做电视 我们一直在学校里教书 那很多工程师 他一辈子做工程师 或者 或者医生做医生 你又没发现 领导他是这样的 他可以这几年 管煤矿 过几年 弄石油 再过几年是 航天 再过几年 到了这个省里边 你明白 那叫管理人才啊 所以他的这个专业哈 他专业就管理嘛 所以我就在想 这个就是 他的专业就是 你下面不管什么 他都能够管 这就是政治啊 你要说 在这种行业里边 他的成功感来自于哪里 他不像你做电视 你说你收视率高 你写的作品多 你画家画的画 他不是 他的衡量他的成功 就是说 我位置要高啊 政治就是一个正反馈啊 你知道这个正反馈的概念 所以我 我现在我有时候 老有这种感觉 就说在我小时候 受到的教育里 老听野心家野心家的 我就觉得 有野心的人 那是坏人 那比如说 权力欲无限大的人 这是 但可是现在 在现代社会里 你又会发现呢 哎 真的 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对啊 我现在相信呢 不是 不是好 而是恶 真的 你 我给你说 即便我要开一公司 我当于老板 我现在发现 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为什么现在 很多时候咱觉得啊 有些人有野心 争夺权力啊 霸了某个位置 好 他这人是坏人 我告诉你啊 好人 你没法当 你什么叫好人 好人就是说 不能这么说 不不不不 就是好 你比如说 我现在发现 只有坏人 他才会压迫人 会逼迫人 你知道吗 你不是好人 就跟我原来 这不是废话吧 坏人当然就要压迫人了 对 可是你知道 很多事业 就是靠着 你得能压迫人 你得能逼着人 你不要咱们 饿死推动历史 你说那种老好人 咱好商量 哎呀 文道这活你不爱干 说你累了 哎呀行 那就明天歇着吧 你说的是心残硬 他能干成什么事呢 可是你 我觉得你刚刚说 那个不本分那个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第一呢 当我们说 对他们来说野心 就是本分 对 但是你一方面 我们常说女人 我们台女政治家 特别强调她的野心 这表示什么呢 这表示我们依然 潜意识 有个感觉 就女人有她的本分 对对对 她想做政治 她想做领袖 她只能做做夫人 她不能做 对 她只能从属于男人 她一旦不想 从属于男人 那就越出本分 那就有野心了 第二我觉得有意思 就是说野心这个字眼 中文讲很难听 企图心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说 他有企图心 还是不大好 但是你看用英文去讲 我们会ambitious 好事 这是正面的称赞 胸怀大志 你知道吗 就我们 我们是有雄心 对 就比如说我们称赞一个人 也会说 他很ambitious 这就有雄心 比如说我也可以称赞你 哎呀 多文涛 有雄心 这意思就是说呢 你想做一个非常好的节目主持人 全国最好 这没什么不对的 就我觉得中文里面呢 我觉得有时感觉到 我们有点虚伪 就是呢 为什么对于也有区别 比如说我的理想 我要做最好的主持人 但是我不要做最有名的主持人 我觉得要是一切的心思都放在出名上 在我的概念里 对 就算有野心 不不 为什么野心会有贬义呢 这还是从上面 从皇帝 从上面的角度看下来的 他觉得你们下个人 每个人都应该在一定的格子里面 你要超过你的格子 你就算有野心了 从下面的人来看 我当然有权利要往上面争取 其实这个是这么多发展 这个是个动力 而且更荒谬的是什么 以前的读书人 比如考取公民 他明明是想往上爬 但是呢 他越是要往上爬的时候 他越要表示出 我这么努力 我是想为皇帝效忠 他还不叫野心 这叫做最谦卑 想当奴才的心 就是我没办法替皇帝当奴才 我很不高兴 今天一样 今天你越能上去的人 你是要越低调的 越不要给人有一个这种 他不想做 你要被人看出野心来 那就完了 你就完了 你这野心没法得逞了 但是呢 人们怎么会看得起你呢 是人家都会觉得 你还会往上走 所以是矛盾的 都不是看你现在位置的 都是在看你将来会怎么样 只要看到你已经到头了 人家对你的眼光 马上就变了 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他还有一点呢 这东西挺有意思 说这个心呢 叫野心 这个野字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超出正统的 超出正规的 柯登是超出正道的 你比方说 咱说你一个人发家致富 没关系 但是咱也知道 很多那种所谓江湖上的草莽英雄 他事业发达靠什么 本质上讲耍流氓吗 靠耍流氓吗 靠当小人吗 靠这个耳鱼我诈呀 靠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呀 那这些东西 他最后也能成功啊 他最后也实现了他的梦想 可是 这个算不算野心家 我觉得不算 你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啊 我们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 闹革命 你以前从满清皇朝的角度看 孙中山是叫野心家了 你好好的你不来考科去 你连跑去闹什么革命 就从上头人来看 你跟规矩就是我定的游戏规则 你跟我定的游戏规则玩 这不算野心 你想颠覆我的游戏规则爬上来 这就是最大的野心了 如果照这个说法来看的话 那所有搞革命的人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 那都就很有野心了 我们一般不把一个做生意的人 想赚钱叫野心 野心这个字 还是真是在官场里特用的 对不对 特别从上级看一下 你等着接我的班 你就好好等着 但是你要等得不耐烦了 你这个什么时候 有一点这表现 这就叫有野心 别人看出来有点急 大家也慎着 所以得好好地等 等着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不是批判野心 我太想有野心了 我怎么没有 你就没什么野心 但是河北人 我跟你说就是小普吉安 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 你没有野心 你就反倒就是 怎么说呢 也不行 你没有野心 你就是一模二分地 你就在那待着吧 他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不会啊 你现在也挺出人头地的 我算吗 算了 你家庄最近很威风 也出了世界小姐冠军 对 那也是你老乡 小张子姨 身高一米 家庄的人现在身高一米八二 世界小姐 你又不着 那天周英奇主持 我都看 周英奇很有风度 不过那个冠军 是有奥运的主场优势 我们那个 石家庄那女孩子 还是那个什么体育方面 很厉害呢 当年是体育特长生 跟刘翔是同向的 文化课上也不需要你照顾 人家学得好 你们你们石家庄人都这样 又不着野心 自然就行了 不是 我是说 我觉得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 常常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那次这个梁东就说 说呀 你放心吧 现在这么激烈的一个社会 没有会被埋没的人才 是人才都得到过度利用了 我说不是 我说我认识一些 我认为真正有才的人 我说你还没有想到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现在这个社会里哈 比如一个人想要有所作为 那意味着啊 你要跟某些假恶仇妥协 知道吗 那有些人 自己比如说有才的人 那么我宁愿守着寂寞 我就不爱跟你们蹚这趟浑水 那么这种人 有时候会被边缘化 但是你知道我说这个 我是想说张学良 张学良 我看他一本书 他口述 他说当年 这个有一位张柏林先生 他很尊敬 他说是我老师 他就讲 他张柏林先生跟我说 中国人只是顾面子 但不要脸 只要虚伪的金字牌匾 就自明得意 比如说卖假药 害人欺人 则不知羞耻 我们必须自免 把他倒过来 要脸 而不在乎面子 张柏林又讲 中国社会的习惯是 好人坐在屋子里叹气 坏人在台上唱戏 如果我们扪心自问 算好人之列 那我们就切不可消极的坐在屋子里叹气 任凭那些坏人们在台上唱戏 然后张学良说 张先生就是死于死了 就死于那些唱戏的群魔手中 恐怕就是因为他不肯坐在屋子里叹气的缘故吧 这一讲也太悲惨了 对对对 你觉得有意思我们这话说的 不过我觉得像你刚刚讲这种情况 就是说是不是只有坏人才能得志 又或者说人才有没有被埋没的情况 我觉得像梁东说这话 就看得出来 梁东自己是个成功人士 他没被埋没 所有成功的人 他往下回看 他都会觉得 成功人士就是上三人期 整天埋入百度的 人才都会自然的出现 你是人才不会被人埋没 对 只会被过多使用 在上头的人都会这么看 真正成了功的人才会这么说话 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但是问题是 假如你做得很好 突然旁边有人跑来说 你这样做 你今天比方说你做这个节目 埋没你了 你弄一个什么公司 你可以立刻几千万 什么什么什么 你会不会动心 我已经动心了 我最近在想那事 有些大基金经理